我们再来关注2020国际拼联男子世界杯的消息 昨天晚上决赛在两位国拼队员马龙和樊振东之间展开 比赛过程一波三折 双方总比分牢牢咬住直至决胜局 最终樊振东以4比3战胜马龙 不仅成功未免 更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三连冠选手 而马龙虽然没有能够在本场比赛后实现个人三大赛的25冠 但他在半决赛逆转日本选手张本之和 以及在决赛中处于逆境时表现出的顽强斗志 仍然令人钦佩